贵人相助 生肖蛇2024年将遇到五位重要人物,转运时刻要把握好。 2024年,对于鼠蛇人来说,将是一年的新起点,一个寻找贵人的时刻,尤其对于那些生肖蛇的人来说,这一年可能会带来特殊的机遇和挑战。 2024年的第一位贵人可能会是你在工作场所结识的新朋友,或与你有着共同兴趣的合作伙伴。 这位贵人可能拥有广泛的经验和人际网络,能够为你提供宝贵的指导和支持。 他们可能会向你介绍新的项目或机会,让你有机会在职业生涯中迈出新的一步。 与这位贵人的合作可能会拓宽你的人际关系圈,使你结识更多具有影响力的人士。 通过与他们的合作,你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,有机会参与一些具有挑战性和激动人心的项目。 然而,要抓住这些机遇,你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敏锐的观察力。 与这位贵人的交往,需要展示你的专业素养和才能,以赢得他们的信任和赞赏。 同时,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,以便能够迅速抓住机遇并应对挑战。 第二位贵人可能是一位长辈、导师或智者。 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,能够给予你宝贵的指导和建议。 当你面临重要的决策和抉择时,他们将成为你的支持者,帮助你找到正确的方向。 无论是职业选择、人际关系问题还是其他挑战,他们的见识和指引将是你前进的动力。 他们将与你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,帮助你解决问题并实现个人成长。 在2024年,你将能够借助他们的帮助,迈出更明智和自信的一步,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他们将在你的人生旅程中发挥重要作用,为你带来智慧和指引的启迪。 在生活中,我们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。 第三位贵人可能是一个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的人,无论是朋友、家人、老师、导师还是专业顾问。 他们可能拥有特殊的技能或经验,能够提供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和思路。 第三位贵人可能会成为你的困难时期的支持者,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。 他们的帮助将帮助你解决难题,迎接更好的未来。 与第三位贵人合作并不是要依赖他们,而是要在他们的指导下积极主动思考问题,努力探索解决方案。 通过与他们合作,你可以获得新的见解和技能,为自己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建立联系是成功的关键,第四位贵人可能会带给你这样的机会。 他们可能是你在社交场合结识的人,或者是你在工作中心认识的同事。 通过与他们的交流,你可以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,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优势。 在社交场合中,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是关键。 通过这些机会,你可以结识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与他们建立联系。 你可以在这些场合展示你的专业知识和亲和力,与他们交流并寻求指导和建议。 建立联系的关键是真诚和价值共享。 你要表现出真实的兴趣和热情,展示你的价值观和决心。 与成功人士建立合作关系,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而是要能够为对方带来价值。 通过与他们建立联系,你可以相互学习,共同成长,互相支持和鼓励。 最后一位贵人可能是你的亲人、伴侣或亲密朋友。 他们将成为你的精神支柱,为你提供情感的支持和鼓励。 他们的陪伴将带来更多的幸福感,让你在各个方面都获得更多的满足和快乐。 他们将在你面临生活挑战时,一直陪伴在你身边,倾听你的烦恼,分享你的喜悦,给予你真诚的建议和支持。 他们的存在将使你在各个方面都获得更多的满足和快乐,让你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。 与这位特殊的贵人一起度过2024年将是一段宝贵的经历。 你将与他们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。 他们的出现将给你的人生带来积极的影响,让你更加坚强和自信。 2024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年,不同的贵人将在不同领域为你带来支持和引导。 要善用这些机会,勇敢迎接挑战,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。 2024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年,寻找并与五位贵人合作将成为你成功的关键。 每位贵人都可能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,为你提供机遇、智慧、解决问题的技巧、人际关系资源和情感支持。 通过与他们的合作,你将能够迎接更好的未来,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。 在这个新的一年,让我们积极地追求成功和幸福,珍惜与贵人们的合作机会,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。 愿2024年为每个人都带来机遇和成就,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全新的旅程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地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在人世间,有两种事不可避免,一是生死,二是得适。 生老病死,这是大自然的规则,无论你多有钱或者多有权,反正到时间了就得离开。 要知道,秋叶有凋零的那一天,人也有离开的那一刻,只不过中国人最不喜欢谈论的便是生死。 在我们看来,这特别不吉利,如果可以选择宁愿说些好话或者无视生死,也不要谈及有关生死的问题。 这种做法颇有些掩耳盗铃的嫌疑。 我们明知道,生死会不期而至,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生死呢? 人,要想活得更幸福,就该接受生死。 要知道,没有接触过黑暗,你也就不会期望光明。 没有直面生死的勇气,你也就无法真正拥抱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人,唯有接纳生死,才能更好地看透人生的真相。 比如一个人离开之前,到底会有什么举动呢? 或者说,他们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觉呢? 或许,这是我们所要探究的问题。 老人差不多离开之前,会有以下几个举动,儿女要注意了。 老人离开之前,会感知自己大陷将至。 接触过这么一件事。 同行老张的父亲身体一直特别健康,很少出现生病的情况。 但是,在他七十岁那年,他却跟老张说自己差不多要离开了,然后便交代了一些后事。 老张听到了父亲的话后,下了一身冷汗,他就询问父亲到底是不是生病了? 如果生病了,那他现在就带他去北京治病,无论多少钱都不在乎。 而父亲摇了摇头,说道,不是生病的问题,而是我感觉到时间差不多了, 你也没必要送我到医院了,人终究会有油尽灯枯的那一天。 老张根本没有听父亲的话,一边联系在医院工作的教授同学,一边在伴父亲的入院手续。 但是,过了一个晚上之后,老张的父亲在睡梦中离开了,没有任何的痛苦。 经历了这件事后,老张也特别感慨,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没必要强求太多。 或许,每个人都能感知到自己的生命进程。 老人离开之前,通常会念叨家乡。 只要是中国人,就肯定有落叶归根的想法。 所谓故乡如梦,岁岁不舍。 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的故乡,哪怕他已经在一乡落户生根。 一位老华侨每隔三年才回一次浙江老家,回一次也就待一头半个月左右。 只不过,他在68岁那年回到了故乡,一待就是两个月的时间。 远在外国的儿子就打电话询问父亲,究竟是妻子没有照顾好老人呢? 还是老人出了什么问题呢? 这位老华侨只说了这么一句话, 以往回到故乡,只觉得自己对故乡有轻微的眷恋感。 而今年回到故乡,竟然想永远待在这里了。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,他就跟国外的儿子说, 自己不想回去了,只想在故乡终老。 这番话说完后的第六天,老人家便在老房子这边归去了。 或许,对于普通人来说,落叶归根才是我们最好的结果。 老人在离开之前,总会有不寻常的反应。 在《水浒传》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。 鲁之身在征讨完方落之后,便选择回到杭州六合寺中修行。 有一天晚上,他听到了钱塘江上的潮水声,便感慨道, 平生不休善果,只爱杀人放火。 呼得顿开金绳,这里扯断寓所。 一,钱塘江上潮信来,今日方知我是我。 说完这番话后,鲁之身便端坐着圆寂了, 是为数不多能够善终的良善好汉之一。 其实,每个人的离开都会不同寻常。 鲁之身听潮水而远寂, 曾国藩感觉到脚麻便离开了。 一切都有着鲜明的人生烙印。 有些老人平常不喜欢吃酸的食物, 可他在差不多离开之前却特别喜欢吃。 有些老人平常不喜欢穿这样的衣服, 而他在差不多离开之前却特别喜欢穿。 这,有可能是习惯的转变。 同时,也有可能是离开的征兆。 老人在离开之前, 会经历从病重到精神焕发的过程。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, 有些老人本来已经奄奄一息, 卧病在床,走到生命的尽头了, 但他却突然好了起来, 仿佛跟生病前一模一样。 这个时候,满怀希望的儿女就认为, 这是上天显灵,命运出现了奇迹。 其实,这并非是奇迹, 而是人体运行到最后的正常反应。 当人体的机能发展到最后一步时, 那他就会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激素, 以此来提高人的精神力, 让他走完最后一程。 这种情况,用民间的说法, 便是回光返照。 说到这里,相信我们会明白,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感悟, 不断接受的过程。 或许,当我们见过了生死, 经历了半生之后, 才会活得更加通透明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才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